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也同样表现不是很好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分别是下跌0.6%和0.7% 创业版也同样遭遇了1%以上的下跌 但是在欧美方面上周五的人体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像英国 法国 德国分别上涨幅度为0.3%至0.7% 那么美国方面则非常鼓舞人心的再次冲上了2万点大关 道琼斯指数 那我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说到道琼斯指数冲上2万点 可能需要两次甚至于三次的反复 最终在确认了2万点之后才有新的突破 那么现在道琼斯指数是第二次的冲上2万点大关 我们有可能会遇到第三次的反复尝试 但是不论如何 我始终是坚信在2万点得到有效突破之后 道琼斯指数还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在其他方面美国由于上周五的晚上美国飞农数据非常的亮丽 使得整体的金融市场在上周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扬 加上欧洲在综合的PMI指数目前是2011年的最高点 也预示着欧洲的经济也开始了迈向恢复 在现在从货币上来看 这个美元在过去的两周下跌非常厉害 美元指数 使得这像欧元 像日元 以及像澳元这类非美产品得到了有效的反弹 另外从其他方面来看 油价和黄金在上周五继续保持原地踏步 油价有大约是0.5%的反弹 而黄金目前也是冲上了1220大关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说一下全球目前两大经济体 中国和美国 一个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 全世界主要市场 尤其是美国的市场 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是再一次爬上了2000点大关 那么在我看来 美国的股票再一次爬上2万点大关 2万点说错是2万点 其主要因素 从被动上来看 是由于上周五晚上 美国发布的最新大飞龙数据 就业数据是超过了市场预期 使得金融行业是得到了有效的提振 但其实我们知道 对于美国的经济而言 上周五晚上一次大飞龙的数据 其实早已经不足于定论 美国的经济其实早已经非常确认的 重新迈向了上涨的轨道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的经济恢复了 也就是说 投资者预计着美国的企业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盈利 也就是带来了更多的盈利 那其股价自然也会连续的上涨 那这也是目前美国指数 冲上了过去200多年以来最高价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肯定会想 现在既然已经是200多年的最高点 那是不是以后会下跌呢 那对于这样的观点 我本人并不是非常的赞同 我们知道在金融行业里面有一句经常说到的话 就叫头在头上 脚它在脚下 因此换句话说 我们个人来说 不应该去猜这个顶部 也不应该去猜这个底部 那从现在来看呢 美国股市现在是连创新高 冲第二次冲上了凉慢点 在未来的话呢 有很大的可能性 它会继续上涨 可能需要第三次 甚至于第四次再尝试冲击凉慢点 成功之后 在守住了凉慢点之后 才会有更大的动力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经济数据目前也是出来 从过去一周的情况来看呢 出来的数据是还是不错的 这对于我们很多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也是一种正积极的正面的消息 那可能在国内大部分的朋友呢 对于说到投资啊 第一个想法呢 毫无疑问就是投资的是房地产 不是买房 就是买股票 这两类资产呢 是国人最喜欢投资的产品 没有之一 这两类是最喜欢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我在过去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一直说到一个话题 就是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中央的政策呢 是保房价 说白了就是保经济 而到今年的时候呢 这个话题已经从保房价呢 转移到了保汇率 那么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的话呢 保汇率保的就是人民币汇率 也就是说是保的是 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关系 可能是保的是7 可能保的是7.35 但是呢 其实质保住人民币的汇率 并不是说仅仅单纯的是 保住和美元的汇率 从根基上来说 或者从本质上来说 保住人民币汇率呢 保的是中国的经济国运 以及呢 人民币定价的一个根基 这话听起来似乎是非常的严重 其实呢 并不是我在夸大其词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有一个误区 或者说呢 中国的印象中 一直有一个观念呢 就是房价永远不可能跌 而事实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准确的说是 接近于20年的时间里面呢 中国的商品房价格 还真的就没有出现大的下跌过 即使是有三四次的回调也好 或者说是主动的控制房价也好 但是呢 每一次都是好景不长 房价呢 反而你是压的越厉害 它反弹的也会越厉害 这就直接导致呢 很多投资者都会想到 我买房 就算是出现了回调 那它也毕竟是一个短暂的回调 之后肯定会有更加强劲的反弹 那其实对于这种思维呢 我本人是持非常非常否定的观点 我们知道中央在过去三令五升 每一次要打压房价 并非不是他们不想打 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房地产的泡沫 但是在过去呢 有的时候为了维持住经济的连续增长 或者说为了保护住经济 增速在7%甚至于7.5%之上 所以在每一次经济一旦有了放缓的迹象的时候 房地产的调控这个政策 就会首先被牺牲掉 换句话说 中国呢就是通过保房价 保GDP来保护住经济 过去的三四次 每一次都是如此 那可能有的亲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要说 那你凭什么说 过去都是如此 现在就一定 这次能够调下来呢 或者说 这一次就一定不会像之前一样越压 他弹得越厉害呢 按理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本人我也不明白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所有只要有一些基本金融概念的朋友们 都应该知道 目前国内的人民币汇率和其实际价值已经严重不符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呢 现在一把葱 你在国内卖的是十块钱人民币 在一线城市 而葱其实际价值 如果以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来说 一把葱的价格已经到了1.5美元 这个价格呢 甚至于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里面的零售价 那你说 人民币 十块钱的一把葱 你到底是人工费高 超过欧美 还是你的运输成本超过欧美 你是哪一块价格超过了欧美 如果这些成本都没有超过发达国家 那为什么这个葱价现在定的这么高 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在国内以人民币来衡量的这个葱的价格 十块钱就基本上等值于国外的0.5美元 甚至于更低 那换句话说 这就是产生了人民币汇率对内严重贬值 但是对外死撑硬扛 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那也就是说 现在如果只要国内有资产的人 明眼人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或者说寻找到这个投机的时间差 把人民币在国内已经大量贬值的资产 转换为现在在国外的硬通货 我们所说的硬通货 就指的是黄金 美元 日元 瑞士发廊等等这些 所以说 为什么说这一次房地产的调控 可能效果来的会比较好 或者是时间持续会比较长 并不是因为之前的力度不够 而是因为呢 这一次已经真的是到了非常非常危险的边缘 人民币 人民币在国内的汇率已经严重的不符 它和现在美元1比1.6的这个比例 以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衡量 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 可能在国内的事实物价已经要超过1比10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套房的价格几乎是1000万人民币 在过去三四次每一次压低房价 压一次弹一次压一次弹一次 导致呢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的泡沫 这个泡沫如果现在再不加以控制 以后必将导致非常恶劣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于可能会影响到整一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换句话说一旦人民币在未来的这个定价 这个根基被摧毁了 那么丧失的是什么呢 丧失的就是信心 民众的信心 商家的信心 以及国外投资者对于人民币定价的信心 也就是说你定出来的价格 已经无法准确的体现 你其本质上的实际价值 这样一来的话呢 人民币的汇率就必将遭到巨大的变化 所以综上中综上所述 我个人觉得呢 在此次2017年央行的重点关注的就是保汇率 换句话说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挤泡沫以及呢去杠杆 如果这两点在今年还没有得到实施 最后到下半年再转过来再继续加杠杆 那么我可以说 一旦未来这个泡泡破了以后 其代价将会不堪设想 那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白天已经有最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澳洲的零售业数据 出来的消息呢 并不及预期 那到了晚上的话呢 并没有其他主要的数据 投资者晚上呢 可以不用太担心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